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跟随他的民众一早起身 在哈洛德全安营 米德洋的荧幕就在他们北面 在摩勒山脚的平原里 上主对基德红说 跟随你的民众太多 我不能把米德洋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对我自夸说 是自己的能力够了自己 现在你要向民众宣告说 凡害怕恐惧的可以回去 急速离开这旅 于是民众终有二万二千回去 只剩下一万人 上主又对基德红说 民众还是太多 领他们下到水边去 我要在那里为你检验他们 凡我告诉你说 这人可同你去 他就与你同去 凡我告诉你说 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去 他就引民众下到水边 上主向基德红说 凡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水尺的 将他们安置在一处 同样 凡屈室跪下饮水的 将他们安置在一处 用手捧到嘴边 舔水的共有三百人 其余民众都是屈室跪下喝水 上主对基德红说 我要用这三百舔水的人 拯救你们 把米德洋交于你手中 让其余的民众 各回本地去 基德红便留下民众的 冠子和号角 打发纵以色列人 各回自己的帐幕 只留下三百人 米德洋的荧幕 就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 当夜上主对他说 起来 下去攻凝 我已将的营交在你手中了 如果你一人害怕下去 可带你的随从普勒 一起下到营幕 听他们说什么 以后你的手就会坚强 敢下去攻凝了 于是他和他的随从普勒 便下去 来到营中驻君的前哨 那时米德洋 巴马纳克和东方的子民 都散步在平原里 多如蝗虫 他们的骆驼不可声数 多如海边的沙粒 基德红来到时 正有一个人 给他的同伴讲梦说 我作了一个梦 有一个大麦面饼 滚入米德洋形内 直滚向帐幕 将帐幕撞倒 翻转朝上 他的同伴回答说 这不是别的 这是以色列人约阿士的 火把放在罐子里 然后吩咐他们说 你们看我怎样行 你们便怎样行 一到营幕边上 我怎样作 你们也要怎样作 当我与跟随我的人 吹号角时 你们也应该在营幕四周吹号角 并且喊叫 为上主 为基德红 在三更之初 当寿兵幻房的时候 基德红领着他 那一百人来到营幕边上 吹起号角来 打破手中的冠子 同时三队一起吹号角 打破冠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号角吹 并喊叫说 都见为上主 为基德红 众人都在营幕四周 各站在自己的地方 那时的营惊醒 乱哭乱喘 当那三百人吹号角的时候 上主使的营互相撕杀 以后潮着扎勒达途往贝特使大 直到面对塔巴特的阿贝尔麦赫拉 那时以色列人从纳菲塔里 巴歇尔和麦纳协全地集合 追赶米德洋 基德红又打法使者 到全厄弗达恩山地说 请下来攻打米德洋人 在他们前占据约弹河的道口 直到贝特巴勒 全厄弗达恩人就集合 占据鸟约弹河的道口 一直到贝特巴勒 他们抓住了米德洋的两个领袖 即奥勒布和侧厄布 在奥勒布石上把奥勒布杀死 在侧厄布 走池里把侧厄布杀死 以后继续追赶米德洋人 并把奥勒布和侧厄布的头送到若旦对岸基德红跟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